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林今年47岁了 依然单身 原因就是他之前的自端恋情全部失败 小林现在已经不急着找另一半了 他和自己二十出头都表明王丹聊天的时候就说 有四种男人 就算你再爱也不要捧 一 总是想要控制你的男人 有一种男人他和你在一起 就想把你变成他的私有物 他会认为你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 前不久曝光北大优秀女生被男友逼着自杀 本质上就是一个精神暴力的人 他会不断讲到对方是自己的 而不是属于他自己的 和这种男人在一起 他的爱几乎没有边际感 不断次以经历你的空间 让你几乎没有喘气的空间 我的同事曾告诉我 自己的前男友就是这样的人 他必须每天要给他汇报自己的行踪 而且所有男同事聚会的地方都不能去 更可怕的是 只要他回家很晚 就要遭到他的细节避问 这种生活让他受够了 这根本就不是爱 所有的爱都是舒服的与自由的 一个男人以爱的名义控制你的人生 这样的男人往往并不是爱你 而是他缺乏安全感 这种不安全感不断投射到你的身上 让你成为他的出气筒 如果遇到这样的男人 你和他在一起 你的生活将会变得非常的糟糕 更重要的是你无法拥有自己 这才是寄行爱最可怕的地方 二 花言巧语 好吃懒做的男人 有一种男人 他口若莲花 非常的擅长说话 每次你听他说话 会感觉到是一个非常博血的人 但是他最可悲的地方 就是从不踏实努力 而是为了说而说 有些女生很羡慕一些冤博之事的人 但是他却不知道 一个男人即使说得再漂亮 如果他不脚踏实地 所有的想法都停留在空巷 人生也无法进展 人生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所有的成长与亲近 都离不开我们的每一步亲戚努力 如果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 后半生你将不断抱怨 最后不得不自己成长 我的一个亲戚就是如此 年轻的时候他不安适适 因为男人会说 就代表了这个男生的厉害 但是后来嫁给他才知道 这个男生多么不靠谱 天天在家研究的就是地下溜河彩 每天想的是一夜报复 从没努力 总不奋斗去工作 而是把钱都用在这小概率事情上 我的姑姑最后被逼没法 只好自己出去打工赚钱 最后他也被这个男人伤透了心 最后与他离婚 才算是从苦难中走出来 一个好吃懒做的男人 无法给予女人想要的一生 更无法保障家的幸福 女人不要被男人的花言小语所欺骗 而是寻找一个志同道合者 写受共同奋斗奴隶 央视纪录片《中国反家暴击》市中 有一个叫杨冠颖的女性 让人印象深刻 她是一个特别能干的女孩 不仅洗衣做饭 养护一家老小 还靠自己的打工收入 买了两套房 但她人生最大的悲剧 就是嫁给了一个好吃懒做的男人 她的丈夫几乎从来不干活 整天在外面下婚 还欠了一屁股赌债 更过分的是 她还经常打骂杨幻影 把她绑在床上 一边贼一边贼地抽打 你看 遇到一个好吃懒做的男人 真的会活生生拖垮女人的一生 如果有再来一次的机会 我相信杨幻影 一定不会选择这样的婚姻 毕竟 一个好吃懒做 对自己的人生都不负责任的男人 又怎么能够指望她来养活整个家庭 婚姻不是去伏笔 也不是用一个人的心情付出 来换取两个人的长久稳定 而是夫妻双方 为了共同的生活目标而努力拼搏 让未来的日子变得更好 也变得更幸福 三 小气自私 爱钻牛角尖的男人 前几天 有同事跟我吐槽的男朋友 交往半年多了 从来不舍得给他买礼物 就连七七情人节 一起去吃个火锅 他都不愿意 每次给出的理由都很相似 你看我的公子也不高 还要养家里的父母 还要攒钱娶你 不省着花怎么能够呢 但我同事 明明看到他拿了一万多块钱 来打仗女主播 问他还此不承认 同事说 感觉这头感情好累 不想再继续下去了 图里说过这样一段话 再穷的男人 都会在心爱的女人面前宣布 他会主动给女人花钱 让他有足够的安全感 判断一个男人是否爱你 从花钱这件小事上 就能看得出来 喜欢对你哭穷的男人 不一定是真的穷 有可能只是有所保留 不舍得为你花钱 而真心爱你的男人 即使他赚得再少 也愿意省吃钱用 买你喜欢的礼物 带你去吃好吃的 虽然爱情并不能用金钱来衡量 但如果一个男人 连钱都舍不得给你花 又怎么能值得你多不终身呢 所以 女人一定要远离哭穷的男人 因为一个爱你的男人 不会把钱看得比你还重 他会努力赚钱 给你更好的生活 让你活得更有安全感 女人嫁人 一定要选择具有宽容 博大胸襟的男人 和一个小气自私的男人在一起 往往会痛不欲生 因为你会被他的不正确的逻辑所带偏 东东就是这样的人 他自己混得不好 就喜欢把责任推给自己的爸妈 认为爸妈离婚 才会让他变成了这个样子 另外 他们从不去思考自己的努力和行动 更多是停留在抱怨的阶段 除了抱怨家庭 他们还会抱怨社会 抱怨所有的人 为自己的不成功 亦或没有进展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 一个小气自私 爱穿牛角尖的男人 往往格局很小 看不到整片森林 而是停留在自我狭隘的角度上 让生活充满了各种矛盾 更无法让他走出小我的格局 重塑自己 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 他会不断消耗你对生活的希望与动力 更会把你拉入到社会的无限黑暗中去 我们要早点远离这样的人 你才能做自己生活的主人 四 不尊重女人的男人 女人一定要嫁一个尊重女人的男人 在这个世界上 有一种男人会自认为自己比女人高贵 他们骨子里是瞧不起女人的 在说话做事的时候 处处流露出看不起女人的表现 他们会认为女人是附属匹 还会认为女人的主要目的是传宗接代 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 他会看不到女人的价值 更看不到女人的智慧 女人和男人都是世界独一无二的人 这个世界上少了任何人都将不完整 如果一个男人把女人看得过低 就会在婚姻中不断惩罚女人 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 你根本找不到自我 更找不到幸福的自己 而是停留在他对你的塑造上去了 女人请记住 无论什么时候 都要选择一个爱你的男人 而不是看低你的人 因为只有嫁一个尊重你的人 才会不断激发你的潜力 让你成为最好的自己 女人在婚姻中一定要嫁对人 这是我们婚姻幸福的保障 如果余生没有遇到合适的人 我们宁愿晚婚 也不要和这四种男人纠缠在一起 你的生活会幸福许多 愿你幸福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世界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现在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灵眼希望大家都能怀着最大的善意 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进行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